欢迎回来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由美国奥斯腾集团主办YK集团和美国经典艺术中心协办的凤凰小子毛光辉 中国现代彩莫画展将于明年在北美洲盛大举行 为此主办方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南加州各界政要和艺术家提前观摩并进行研讨 这次的新闻发布会比具一格 与会则在观赏完凤凰小子毛光辉中国现代彩莫画加注后 进行了广泛的艺术探讨 嘉宾们对毛光辉先生以自己的家乡 湘西凤凰临山秀水为主的风光描绘 操像与具象结合 诗材与水墨相容超越了客观自然的外在形貌 将其展换成现代的水墨构成形式 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誉 它的画真的是让我们用原意都没有办法形容 它的美 它的真 还有它的实 那艺术呢 尤其是画 是一首没有文字 没有文化隔阂的一首最美好的诗 那我觉得呢 在它的诗中里面 你可以看到春夏秋冬 真善美 树有凤凰小子美誉的毛光辉先生 自幼酷爱绘画艺术勤风好学 让故乡三水自灵气 把自然转化为心灵感悟 知之不见地学习绘画 七十年代初 他有心拜返乡体验生活的 中国著名画家黄永岳先生为师 学习中国画 多年来 在黄先生的细心指导下 毛光辉的绘画技法 由此约上了一个新的台机 以色为墨 以墨为线 以线为面 这样来表现物体的形式感 很多的我的色彩呢 是大部分从我的民间 从民间的一些中间 去铺着一些艺术的符号 毛光辉先生多才多艺 除精通舞台美术世纪外 他还对中国画 随粉画 板画 油画 翅膀画 屏细画等 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 并具有骄告的造译 近几年来 毛光辉先生先后在日本 台湾 广东 深圳 上海 武汉 云南 长沙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并有多部专辑作品出版 毛光辉先生这次把他的彩末美式作品 带到北美展出 让海外有人在观赏他另类艺术作品的同时 感受他以现代手法表现古典艺术的情怀 寒天卫视记者王不明 乱记报导